對於這次的0402 大家社會也非常的關心 那本部也成立了相關的捐款的帳戶 到今天中午 目前的捐款數額大概是2億 那我們也會成立一個名稱 我們叫做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 那我們預計最快下禮拜 他們能開始來開會 到的部會可能要一起來 我們知道他從觸角各種不同的面向 可以考慮事情 至於說代 就是說我們的公正的人士 我們會有這個法律界的 然後會計、社服、心理、醫師 這一方面大家想說 幫大家思考一下 就是說在這樣的創傷之後 那這些商者或者王者 他們有什麼樣的需要 就他們這樣的一個需要去考慮 第一個當然是我們接到很多 這樣的一個愛心的電話 大家想要有這樣的一個展現 社會的一個愛心 那當然這個愛心怎麼樣做妥善的處理 那政府有這樣的一個責任 來做這些事情 以往的經驗裡面 在這種災害裡面 如果政府沒有出來做這些事情 很容易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勸募 那這些反而是更混亂 那避免這樣的一個混亂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出面來 幫大家一起來做這個事情 去看看